好了,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買到接下來五月二號 星期日沙田賽馬日的賽士亞 今次和大家單Q一槍過 今次我們買到的場合就是這場的第十場 這場第十場是我們的三班草地B蘭 這是一千二位的賽士 其實在這場馬上都頗頭痕 因為實力馬都頗多 這場最近跑得好,又有實力的馬 有哪幾隻呢? 有這隻一號的必詳勝 三號的發財寶 四號的池耀鋒 五號的自尊高星 還有九號的疑心星 還有十一號的十二馬 我認為這六隻馬在接下來的這一場 都是有機會的 至於這隻一號的必詳勝 我相信是接下來的大熱門 因為這隻必詳勝 最近那一場跑得非常好 最近跑過第二 而且這一個第二是輸給速遞騎兵 只不過是輸給速遞騎兵半個馬位 所以是非常之厲害 而這隻速遞騎兵是有多厲害呢? 相信很多人都很清楚 這隻速遞騎兵是由四班贏到二班 還要說出了四次 四次都贏了 還要上場這隻馬跑二班 是贏得很輕鬆的 所以一隻能夠二班都贏到的速遞騎兵 之前只不過是贏了這隻必詳勝半個馬位 所以都證明到這隻必詳勝 有這麼多實力 所以接下來的這一場馬 做熱門 我相信大家都是毫無疑問的 都是認同這隻必詳勝 會做大熱門的 但是呢 在接下來的這一場 我就想嘗試飛了這隻必詳勝 而去買其他馬的 駁回一些好分的Q 駁回一些好分的位置Q 至於為什麼我們這次會飛了這隻必詳勝呢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 這隻必詳勝沒得飛 之前用周俊諾來騎 都是說僅僅輸給速遞騎兵 輸半個馬位 這次放潘頓上去 沒可能輸的 但是我就不是這樣看了 我覺得這隻必詳勝 在接下來的這一場 都是有輸的機會在這裡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原因是因為我留意到 這一場馬 第十場的這一場馬 很多隻放頭馬 大家留意一下 這隻必詳勝 它的跑法是怎樣呢 這隻必詳勝 它的跑法 是要跟前 甚至是說 鐵欄 才跑得好的 跟前守好位 鐵欄才跑得好的 你留意一下 之前這隻馬 贏馬的時候 都是一一一的走位 即是說 貼著條欄 節省 放在這裡走 甚至是說 最近跑得好的時候 他都要跟前 貼著條欄跑 才跑得好的 但是 接下來的這一場 你留意一下 很多馬走 到底 接下來的這一場馬上面 有幾多隻馬 是要走的呢 我們一齊去看 速勢走位圖 先 好了 一齊去看速勢走位圖 大家看不看得到 這一場馬上面 其實要走的馬 都很多下 要走的馬 有這五隻 你看得到 其實這隻必詳勝 只不過是說 留守了在這一個 能夠好像之前 跑得好的時候 這樣 貼著條欄 放在前走 我認為 在接下來的這一場 其實有難度 所以 既然 接下來的這一場馬上面 有這麼多隻馬 和這隻必詳勝 很可能 導致了 這隻必詳勝 跑不到出來 都不出奇 是吧 所以 在接下來的這一場馬 我寧願 就不搏這隻熱門 因為我相信 這隻必詳勝 九成沒有什麼賠率 而 又有機會 因為擺前馬太多的關係 導致了這隻必詳勝 跑不出 所以 我就不搏這隻馬了 至於 今次我們會選擇到的馬筆 是哪一隻呢 那我就會選擇這隻 四號的 池耀鋒 來買回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隻馬呢 我們一起看這隻馬的財值線 這隻 池耀鋒 其實在今季 就已經跑過很多仗了 這隻馬呢 在今季 就已經說 跑過九次了 那在這九次裏面 這隻馬呢 跑到的場地呢 跑馬地 和沙田草地 他都是說跑過的 那至於路程方面 這隻馬 由一千 到一千二米 都是跑過的了 那但是 他的賽職呢 其實都是平平無奇的 那就是完全沒贏過馬的 那但是 為什麼我們都會選擇這隻 池耀鋒 來買呢 那這個原因呢 是因為 看到這隻 池耀鋒 在最近 4月5號的 這場 沙田草地 千二米的賽事上面 他衝得非常之好 那見得到 這隻馬最近的狀態 出來了 到底上場這隻馬 沖得有多好呢 跑成怎樣呢 我們現在即時去片 和大家來看看 好了 一開閘了 我們來拍一拍 哪一隻 池耀鋒先 好了 池耀鋒是哪一隻呢 就是 紅色戰爪子絕的這匹馬 藍色衫 藍色帽子 這匹 我們一起看看 池耀鋒 上場 他怎樣跑 有馬快過他的 中間十二馬 外面夢幻人生 追出終身美麗 第四位 就是這隻大紅蜂 第五位 紅衫紅眼罩 內蘭位置 帝豪寶寶 外面黃黑格製衫 標準頭黃 大約尾五島 飛天劍 尾四 粉紅眼罩 內蘭威進區 尾三外面中城區 尾伊藍三 池耀鋒 暫自電流歐洲導彈 轉彎的時候 前面帶頭的馬 是那隻夢幻人生 外面終身美麗 黏上來 內蘭第三 十二馬 外面第四 綠色衫 就是那隻大紅蜂 第五位 紅衫紅眼罩 就是帝豪寶寶 涉內蘭粉紅眼罩 威進區 拿出去的馬 有這隻 標準頭黃 中城區 外面一隊 池耀鋒大愛當歐洲導彈 繞到最後三百多米 大紅蜂在中間 已經上來了 再見到 埋便位置 終身美麗 內蘭位置 還有這隻夢幻人生 十二馬沒有位 中間反而上來的馬 還有帝豪寶寶 最出是池耀鋒 最後一百米 大紅蜂 撿來了一個多身位 外面 帝豪寶寶 裡面有位 又上來的十二馬 接近終點 帝豪寶寶 終點前 將這隻大紅蜂趕過了 埋便 十二馬 應該是第三 第四名的馬 威進區 似乎機會高過的池耀鋒 出頭先 大紅蜂 但是抵擋不住 那隻老家夥 帝豪寶寶 帝豪寶寶 終於贏了一場 十二馬 過終點之後 過了 第四名的馬 威進區 和池耀鋒 合上合下 好了 整場馬已經看完了 大家看不看得到 上場的情況是怎樣 上一場 這場馬 其實是比較利於 一些擺前走的馬 你看得到 回來的那些馬 全部都是擺前走的 所以 其實 上場 池耀鋒 是比較不利的 因為 他處於 一個 被動少少的位置 重要 你看得到 這隻 池耀鋒 轉彎的時候 其實是虧了 他轉彎的時候 差不多 六七疊 來轉彎 虧了來轉彎 但是 你看得到 這隻 池耀鋒 都衝得非常之好 衝上來 跑第五 還要不是輸前面那些馬 很多 基本上 還要這場馬 是沒有 後上馬 衝上來的 他差不多是唯一一隻 能夠 虧這麼多 後上衝上來的馬 所以我認為 這隻 池耀鋒 上場是衝得不差的 看得到 這隻馬 開始跑回 狀態出來的 所以 在接下來的這場馬上 我認為這隻 池耀鋒 很值得 我們來到 買回來的 因為 在上場 他已經說 給你看到 這隻馬 開始 跑回出狀態 應該是 越跑越有的 接下來這場 也值得重視的 還要留意 池耀鋒 之前 幾季的賽則 其實這隻馬 曾經在三班 是兇的 你留意 之前他跑的 沙田草地 千二米 三班賽事 是贏過兩次的 所以這隻馬 是絕對 適合跑 沙田千二米 三班賽事 而接下來 跑沙田千二米 三班 所以 絕對適合他 跑的 還要當時 他贏馬的時候 73分 你留意 接下來 這一場 這隻馬 又去回73分 所以 其實那個 評分 減夠了 接下來這一場 絕對 是要留意 所以 在接下來這一場 我第一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 我選這隻 四號的 池耀鋒 來購買 好了 我們選完第一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之後 來購買 第二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 第二隻 會選擇到的 為什麼呢 我會選擇這隻 十一號的 十二馬 來購買 為什麼會選擇這隻 十二馬來購買呢 大家看看這隻 十二馬的賽職 這隻 十二馬 其實 基本上 在這一季 跑過四次 四次 這隻馬 都是跑沙田草地賽 至於 路程方面 這隻馬 由一千 到一千二米 都跑過 但是 你看得到 這隻馬 在沙田千二米 就贏了馬 所以 其實這隻馬 跑沙田千二 就會比較好一點 至於 最近的這場馬 4月5號 這隻十二馬 剛剛好升班 由四班 升上三班 跑 升上三班 之後 這隻馬 就跑過第三名 成績好像一般 可能你就會說 喂 這隻馬 是不是四班 升上三班 不是幾點 接下來 又跑三班 賽事 到底值不值得買 可能你就會這樣想 是吧 但是 其實 如果你有仔細留意 上一場 這場沙田千二米 三班賽事 你就會發現得到 喂 原來這隻十二馬 上場 是因為 失車 才導致了 這隻十二馬 跑不出的 那我們一齊 看看這隻十二馬 上場 失車的情況 到底是怎樣 簡短看看就可以了 那我們一齊 去認一認 哪一隻十二馬 十二馬 用黃色箭咀 指著它 內蘭 八三 紅帽的這匹馬 一齊看看 它是怎樣 失法 繞到最後三百多米 大洪峰在中間 已經上來了 再見到 埋便位置 終身未禮 來蘭位置 還有這隻夢幻人生 十二馬沒什麼位 中間反而上到來的馬 還有帝豪寶寶 最初就是池耀豐 最後一百米到 大洪峰 撕來了一個多三米 外面帝豪寶 裡面有位又上回來 十二馬 接近終點帝豪寶 終點前 將這隻大洪峰趕過了 賣便 十二馬 應該是第三 賽事就看完了 大家看不看得到 這隻十二馬 上場塞車 真的塞得很嚴重 基本上 只有最後一百米 才開始衝 但是 這樣都能夠讓它衝到第三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似乎不簡單 接下來這一場 似乎要繼續看緊它 以及如果深水清的朋友 便可以留意到 包括其實這一場 這個十二馬 就是跟持 耀豐一起跑 而這場賽事 其實是正正正由 Todg 尋找尋初賽事 雪仔 core絲 aron 這12馬 竟然跑得比持 耀豐 也不錯 我都說池耀鋒在這一場其實已經衝得好 但是12馬塞車都比池耀鋒還跑得好 所以我覺得12馬大家都是要留意的 所以在接下來的這場馬上 我們第二隻會選擇到的馬匹 就是這隻11號的12馬 來買一下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這場馬 就飛走了兩大師傅的業務馬 飛走了潘頓這隻業務馬的必詳勝 以及飛了莫雷拉這隻自尊高勝 希望搏一條懶Q 因為我覺得兩大師傅騎的這兩匹馬 雖然實力強勁 但是似乎都不是那麼穩陣 莫雷拉這隻我覺得都不是那麼穩陣 因為莫雷拉這隻 見得到他最近的這一場 其實莫雷拉已經是說 貼著條欄 省了幫這隻自尊高勝來跑 但是都跑不出 最終只是跑過第五名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的這一場馬 這隻自尊高勝 未必真的那麼強勁 但是始終莫雷拉選馬 都是有他的原因 所以如果大家想保險一點的話 都可以拖著莫雷拉這隻 但是在我立場來看 我覺得莫雷拉這隻和潘頓這隻 既然都不是那麼穩陣 我就不買了 我寧願用少一點的本 只是買兩隻馬 只買一隻四號 和一隻十一號就算了 拖條懶Q就算了 雖然只買兩隻 還要買兩隻懶馬 贏的機會好像很微 但是呢 輸了就輸了 本金又不是輸很多 因為買兩隻 你要用到的錢 其實都不是很多 我寧願用小本來拖條懶Q試一試 還有有時候熱滿真的不一定會贏 莫雷拉和潘頓都不一定會贏 而我們這次買到的這兩匹馬 一隻上場是外疊虧了 都跑得近的 另外一隻又是上場塞車的 我認為接下來這一場 都見得到他們兩隻是有機會 所以都值得來搏一搏 所以我們的投注策略是怎樣呢 這次我們的投注策略呢 只買回這個連贏 及位置Q就可以了 買回剛剛才提及到的那兩隻馬 所以我們這次就是這樣來投注了 如果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都可以試一試這兩匹馬 希望贏得到錢 在接下來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在這裡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